黄昏 柔和的余灰洒落在魏无羡的身影上 显得格外孤寂而落寞 他协坐在林氏外的石阶上 遥望着静视的方向 这是他搬回林氏的第三个黄昏 他的兴乱糟糟的 第一天和第二天的黄昏 魏无羡也坐在这石阶上吹着陈晴 吹了很多曲子 却不敢去吹那首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望线 他望着小路尽头 多希望那抹熟悉的白衣身影突然出现 可不管他如何望眼欲穿 始终看不到他期盼的身影 今日他依然望眼欲穿地看着 等着 然而直到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也还是没等到 魏无羡越来越慌望 他在心里不断地想 蓝湛 你当真就让我搬出静视了 三天了 你为何不来找我 当真那么绝情吗 魏无羡突然觉得 以前他跟蓝忘机的那些轻轻我我 缠绵翡测 耳边思雨 恍如梦中 梦醒一切皆成空 可你连一个理由都不给我 为什么 魏无羡自言自语 他真的想不明白 好好的 为何就突然变成这样了 有始至终 他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他甚至开始后悔 为何自己要搬出来 就算蓝忘机不理他 他也可以继续赖在静视 至少还能每天看到他 他为何要赌这一把 他赌蓝忘机会来找他 他赌他在蓝忘机心里依然如此重要 可是他好像赌输了 不知不觉 魏无羡的眼眸蒙上了一层水光 夜里 蓝忘机辗转反侧 于是索性起身出了静视 月色凄美 土填怅然 他担心魏无羡这两天吃得好不好 睡得暖不暖 孤单于否 繁闷于否 他很想去见他 可见了 又能说什么呢 又能做什么呢 就这样思索着 蓝忘机已经走出静视的前院了 他猛然发现他竟是朝着灵视的方向走去的 而从灵视方向走来的魏无羡 正好与蓝忘机在半路碰面 游镜小路 四目相望 安静无比 对影成双 却是各怀心事 蓝战 终是魏无羡先开了口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竟觉得蓝忘机憔悴了很多 脸色似乎比以前苍白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威有些发红的眼 心深深刺痛 为何他们要受此折磨却无能为力 若非要有一人难过 他命远难过的人只有他一个 魏英 五 蓝忘机欲言又止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该说什么好 蓝战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你想说什么 蓝忘机没有回话 他侧目 刻意躲避了魏无羡的目光 虽是细微的动作 魏无羡却看得明白 他倒吸一口气 继续道 你直说就是 我没关系 你不要总躲着我 坦诚相待不可以吗 魏无羡在等蓝忘机给他一个理由 不管是什么 总比什么都不说强 蓝忘机心里清楚 一直避着魏无羡也不是办法 以他的聪明才智 如果有心去找原因 肯定会发现端倪 也许应该安抚好他 给他找点事做 不要让他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 这与他余己都好 于是他将目光从心移到魏无羡身上到 一年一度的姑苏听学再过些十日就要开始筹划了 蓝氏向来以传授礼节礼仪为主 今年我与叔父兄长商量过 想增设一些特殊的课业 比如你擅长的轨道术法 实战操练 蓝忘机眉头眉尾地说了一些魏无羡此刻并无兴趣的话题 如果换作之前魏无羡肯定会非常感兴趣 而此刻他只想先弄清楚蓝忘机这几天究竟怎么了 但蓝忘机始终不愿说 他又何必勉强 非要一个理由不可吗 只要这人依然安好 依然在他身侧就好 于是魏无羡换了一张笑脸道 蓝湛 你是想让我做授课先生 你愿吗 叔父同意了 不怕我把人身不知处搅得乌烟瘴气 我跟兄长吉利推荐你 叔父对你的态度早就不同往日 他也正有此意 既是这样 那太好了 我愿意 我挺喜欢和那群小辈待在一起 既轻松又有趣 比每天对着你这个小骨板强多了 违心的话脱口而出 魏无羡自己清楚 越是这么说 越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忐忑与不安 他知道追问没有结果 只会让他们渐行渐远 他有多渴望天天跟蓝忘机这个小骨板腻歪在一起啊 永远都不会腻 我真的很闷吗 蓝忘机没想到魏无羡居然那么爽快地答应了 还说他骨板无趣 心里反而略过一丝失落 他以为他会对他反常的态度打破砂锅问到底 而事实上 他低估了魏无羡的包容心和忍耐力 不然呢 蓝战 不是我说你 你别整天板着个脸 跟别人欠你钱似的 摆下了你这张好看的脸 要多笑笑 说者 魏无羡双手拟住蓝忘机的脸网上提出一个笑脸的幅度 继续道 看 这样多好看 好看吗 好看 一辈子都看不够 那好 好什么 以后多笑笑 蓝忘机成功转移了魏无羡的关注点 魏无羡笑得像个孩子 让蓝忘机的心柔软的不像话 只是蓝忘机的反常 魏无羡心理始终有个解 他不是不想去弄明白 而是他选择相信他 所以尊重他 只要能继续留在他身边 还能谈笑风声就好 蓝战 你我未来的路可能春花烂漫 也可能遍不荆棘 但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就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一切 魏英 你可知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只有你是我情之所中 就算我们不能再同他而眠 我也想尽我所能 让你在人身不知处 最后的时光逍遥惬意 后来的后来 讨若魏无羡知道这是悲剧的开始 那他当初死也要弄个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